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让他注定走向娱乐圈 14岁时 吴珊如在父亲的建议下只身赴美国读书 但他因为不想让爸爸花钱再陪他 一心想赶快毕业 分担佳绩 于是大学只留了两年半 大二就修完大四学分 提前毕业回国 2012年 吴珊如提前从美国华盛顿大学毕业 返回台湾 刚回到台湾的他并没有进娱乐圈发展 而是在光复初中担任英文老师 但只坚持了一年的时间 吴珊如就有借着父亲提供了好资源 在2013年担任了自己首档网络节目 雅虎娱乐报的主持人 刚说到吴珊如就和正妹小蕾搭档 两人虽然之前完全不认识 但默契很快搭上 且萌气十足 而三迪吴珊如更颇有父亲风范 录影时态度落落大方 吴宗宪也是爱女游家 化身经纪人陪上通告化妆兼现场指导 笑说自己眼睛都还没睁开就上工 全是因为爱女三迪宝贵的主持书体验 吴珊如外形条件很好 水游昂的大眼睛加上高婷的鼻子 活泼的性格也让她在综艺节目里毫不怯场 对于刚进入台湾娱乐圈的女儿 已经成为台湾主持天王的吴宗宪 还带着她一起主持了东方卫视的访谈节目 成采名人堂 这也是妇女的首次同台 节目里吴宗宪打压女儿 说男友身高不能太高 还说第一次和女儿一起主持节目很开心 但她上成采名人堂的主要目的 是让她跟小鬼认识 女儿可以借此磨练主持 而对于女儿未来男友的条件 她则表示身高不能太高 一起三一起四公分就可以了 父亲带着女儿第一次出镜 还是迎来了很多关注 吴珊如也一度和小鬼组成了CP 事后吴宗宪笑称 自己在家的地位还在狗的后面 对女儿的细心培养也结束了甜美的果实 2016年吴珊如参加了浙江卫视的综艺 颜值大作战 这是她对于内地市场的第一次试水 虽然水化不大 但对于她本人而言 已经是成功了一次试水 也是在这一年她的事业进入了第一个小高峰 她凭借着综艺节目小明星大跟班中 与人称颂的表现 获得第51届台湾电视金钟奖 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当然很多媒体也在背后猜测 她这次获奖会不会有她的父亲吴宗宪的助力 不过在空姐看来 真的助力也无可或非 就连我们普通人家的子弟 如果父母能在事业上产生助力 也会尽力 毕竟谁也不能否认 家世和人脉也是一种资源 在主持圈小友成就了吴珊如 开始尝试进军其他领域 2017年她受邀主演了电影 废柴英雄联盟 虽然这部电影反响一般 但也为她顺利披上了电影演员的外衣 随着年龄增长 吴珊如自然也开始又桃花 2016年3月份 吴珊如被拍到和一名男子前去泡汤 爆出暧昧 之后她称这名泡友 只是很好的朋友 哪知道没过多久 又有媒体拍到 吴珊如和男方半夜出去采卖 回家过程中还全程手牵手 当时父亲吴宗憲就给了男方警告 称男方和女儿就是有大衣裳 恋人未满 母亲张薇薇则是非常生气 称不是不能交朋友 但就是不能上新闻 但随着只抱不住火 恋情终于曝光 吴珊如也大方承认了恋爱关系 此时男方身份曝光 连吴宗憲夫妇也无话可说 在外界吃瓜吴珊如谈恋爱的同时 不少人也非常好奇 这名男子究竟何方审胜 能让脑罩人吴宗憲也满意 主要解这名男子叫做王阳开 比吴珊如大五岁 年纪新鲜的他 已经是一个广告公司的CEO 不仅拥有178的好身材 还有着神似男孩艺人 玉泽演的帅气脸蛋 过去也参演过不少知名广告 更曾担任艺人范围期MV中的男主角 在荧幕前不难看见他的身影 即高富帅于一生 也难怪吴珊如会喜欢 随着吴珊如事业稳定 年龄也逐渐增长 于是想到了结婚的事情 2018年 有媒体直击到吴珊如 带着王阳开和妈妈张薇薇一起用餐 最后一起返回自己家中 然后在用餐前 二人在路边起了小争执 戴着口罩的吴珊如 情绪有些激动 眼眶泛红 露出无故的眼神看着对方 王阳开则不时比手画脚 跟他争辩 就这样两个人在路边争论 至少10分钟 音量太大还一度引起路人的好奇 对于这一特殊情况 吴宗憲回应称他是教会的朋友 很不错 疑似对女儿和女婿吵架的事情 并不关心 时间来到2021年 吴珊如和男友稳定交往并同居 但始终没有好消息传来 此时他妹妹吴泽海 已经被报喜事将至 答应了前新北市市长 朱立伦外甥江峰卫的求婚 身为姐姐的吴珊如 因此频频被外界催婚 但他只言自己身体不好 预计到35岁前结婚生子 同时也曝光了自己 罹患怪兵的事情 他表示自己与病痛和平相处了5年 这5年也正好是恋爱的5年 他称自己26岁时开始生重病 时常40度年少多天 完全没有出汗的迹象 和好友吃着饭 也会突然觉得全身发嫩 能到狂颤几乎抽搐 10分钟后就直冲40度 送急诊也是常发生的事 画面的这段时间 可想要知是谁陪伴着他 2021年9月 吴珊如终于公开自己结婚的喜讯 面对媒体问到 是否已经准备生小孩时 吴珊如笑着回答 没有忙着生小孩 我没有一定要怀孕 有小孩就生 没有就算了 事实上 吴珊如和男友同居期间 也一直过着无性生活 因为我两个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 所以守身对于他来说相当重要 他曾自爆大学期间 一直没有交到男朋友 因为自己半工半读 很繁忙 而且戴着牙套 没有人想要理他 而后男友同居后 他们也过着老夫老妻式的无情生活 除此以外 他还曾在节目中 大爆自己感情中的奇葩事 吴珊如先是谈到自己的星座 性格十分霸道 控制欲强 还表示我会控制我朋友 吃饭不能玩手机 拼搏他们把手机收起来 吃饭才能拿出来 接着便谈到老爸的星座性格 也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是标准的双面人 这个描述显然不是很好 在场嘉宾联盟出来打圆场 表示这个星座性格也不全是这样 没想到吴珊如亲自跳出来补刀举例子 表示自己在这类人身上 吃了好大一波亏 原来吴珊如曾经有个男性追求者 对吴珊如十分殷勤 不过在喜欢上吴珊如之前 却被自己的女朋友戴过绿帽子 那时的女朋友在与那位男士在一起时 就劈腿了 令她十分伤心 那位男性追求者与女友分手半年之后 才认识了吴珊如 并表达了对其的好感 没想到男士的前女友却在外边发表 吴珊如抢我男朋友的言论 明明是那个女生自己有错在先 却倒打一把破了吴珊如的脏水 导致不明真相的人 还以为吴珊如插足别人的感情 这件事情也让吴珊如长了一个教训 在外还是要离这样的人远一点 刚好那个女生是和爸爸吴宗憲一样的星座 因此吴珊如才会说出 吴珊如那种星座 性格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样的话来 幸亏这些不好的事情已经过去 吴珊如也从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中抽身出来 2022年1月29日 吴珊如和王阳开在台北华东方酒店大婚 婚礼现场十分盛大 400多位圈内人到现场捧场 而婚礼费用全部由吴珊如掏腰包 虽然吴珊如称这是美国的习俗 孕育女生的下辈子要男方养 但还是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婚礼上吴宗憲也状况评出 先是指王阳开是毛毛男 惹得吴珊如大喊快被你害死了 吴珊如和自己的这位长女关系一直很好 但正因为这样太好的关系也引出过争议 2021年初就有台湾媒体嘲讽 吴宗憲不分场合强问女儿吴珊如 此时在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不过在况解看来 吴珊如和吴珊如都是娱乐圈中的艺人 两人同台时 制造一些可以炒作的话题 这也是很正常的情况 大概婚礼上也只是想制造一下话题 并没有考虑到新女婿的心情 近日吴珊如发文证实快筛成阳性 他在IG发文自己非常自责 然而他表示CEO老公王阳开 就做了PCR检测 对方却并没有软意 两人刚刚新婚99天 这引发了网友们对他们是否分区的猜测 其实关于两人分区的猜测 并不是一两天的 从吴珊如自己晒出的视频来看 混合他常常一个人在家 因为节目原因常常居家隔离 王阳开的身影 并且此前他也透露不着急怀孕 外界对他们婚姻生实状况的猜测颇多 吴珊如说语出惊人 表示这个疫情有必要这么大件小怪 更预测接下来台湾疫情的走向 说财产不拔的花光 以后就变成了遗产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 别说遗产现在连买房子的钱都没有 劝他言多必失 如今吴珊如和老公结婚 三个月就疑似分居 加上他一时有病在身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怀上宝宝 从恋爱以来 说的那样有名无实呢 对此大家怎么看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喜欢不妨点个订阅 记得点亮小铃铛 下期视频更精彩哦